黑男子靠近停在车格内的电动车 拔起正在使用的充电枪 他现在就是在等充电桩的断电结束 然后他才可以接上新的车 然后再过一次电 黑男等到充电桩过完电 就直接插进自己的电动车 整个切电过程 全被接触器拍得一清二楚 这个会有一个转接头 然后如果硬锁的话 他硬拔会有伤害 可是他没有硬拔 因为我没有锁上去 所以要锁了拔了才会有伤害 对 只是怕被锁 就是怕被硬拔 所以我就没有锁了 林先生23号当天把车停在台中南童 这处停车场 原本预计要充电到隔天早上 没想到凌晨4点多 这名黑男朋友走进停车场 拔下充电枪 直接装载自己的充电座 等于是别人付费帮我充电 切电行为明显已经触发 个人心态的行为 应该是他想要 不想花钱去充这个电 你只有一只充电桩 然后又没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充电的时候 这个乱象就会一直发生 电动车车主 切电行为乱象层出不穷 现场直击 就让电动车直接停在 一般收费停车阁 却把充电枪拉到自己车上 完全无视台中市府 张念明文告示 如果将充电枪拉到 非充电车阁使用 将会触犯切到罪 以及诈欺得利罪 偷拔充电枪的这种行为 虽然不会构成妨碍自由 但是很明显的 这种不当节省的电费的行为 已经构成刑法上的切电罪 切电行为最终可能被判五年 有期徒刑 这会有其他车主 趁半夜行窃 以为没人发现 但有个切电过程 全被受害车主 行车记录器全程录下 几方将会依法就办 进行黄金连文中台出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